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特邀测试符上线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系统 叫做真魂系统 那这一次也是因为没有抽中特邀测试符的原因 所以视频来的有点晚 晚上借了一个账号测了几个小时 才能呈现给大家 那现在我们废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这个被称之为二次觉醒的真魂系统 到底是什么吧 首先看一下中间 可以看到两个九吞童子 他们的勾从紫色还有橙色 变为了金色 我们知道橙色代表的是未觉醒 那紫色勾代表已觉醒 而且已觉醒视神的右下角还有一个绝字 那么勾变成金色 而且右下角的绝变成了真 是不是可以说这个真魂系统就相当于是二次觉醒了呢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和普通的觉醒不一样 真魂系统并不会增加视神原有的面板属性 也不会更改视神的外表建模 只是把面板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金黑色的背景 然后在里面添加了一个新的真魂技能 还有真魂增益 这两个特殊的系统 所以说可能更加接近于是专用武器 或者说灵魂技能之类的 并不是真的是二次觉醒以后面板变高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特殊的机制 先来说一下真魂技能 真魂技能一共有三个 这三个技能对于所有战斗都是生效的 不管是副本还是斗技 PVP PVE全部生效 真魂增益属于是一个特殊的buff加成 老玩家看到这个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印象 这个很像是当年神技的那个阴阳色的东西 不过这个真魂增益只对PVE生效 对于斗技是不生效的 所以这个效果的话只会影响到一些PVE的玩法 对于斗技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那么这个真魂技能到底又是什么东西呢 说白了 这个就是对原有的技能机制进行了加强 原本可能是作为一些弑神的平衡性调整里面 对某一个机制某一个技能进行了加强 那这个真魂系统是变成了给出三个强化方向 在通关了试炼以后 可以自己选择其中一个强化方向 来决定真魂九吞强化的东西 我这里两只九吞都已经通过了试炼 来给大家分别展示一下 猎炎狂哥 这个增益技能加强的是狂气效果 当获得了四层狂气以后 再一次获得狂气可以使狂气质变为狂气真魂 这个狂气真魂可以增加两次的攻击段数 比原本狂气增加的这个一段要更多一些 但是第二段的攻击造成的伤害比较低 哪怕加满击 也只能变成普攻基础伤害的50% 也就是说在有了这个效果以后 叠了八层狂气 一共可以普攻九次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好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九吞已经获得了四层狂气 进行了五连击 然后又叠了一层狂气 所以有一层狂气变成了狂气真魂 现在九吞可以进行六连击 通过这里的动画可以明显看出 九吞的最后一段攻击 动画变快 然后变成了二连击 打出了两段伤害 我们再来看一次啊 前面几段攻击 其实攻击频率是一样的 到了最后两次 明显有一个动画加快的过程 那大家看到这里不知道感觉怎么样啊 这个最高九连击的九吞 是不是感觉 哇塞 一下子好强 最开始看到这个技能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后来我又转联想了一下 这狂气又不是直接增加 但它还是要叠呀 原本叠四层狂气叠满造成五段 现在需要叠八层狂气造成九段伤害 那这里也冒昧的问一下各位 你们的九吞一般叠满四层狂气 要花多长时间呢 可以把平均时间直接打在攻击上面啊 大家来看一下 反正在我自己不想回忆起的某些痛苦回忆中 好像是有过三分钟时间过去 还没有达满四层狂气的情况 那感觉就好像是马上要满三分钟了 原界神终于七层圆了一样 所以说猎炎狂哥这个技能 乍一看好像很溜的样子 但是想一想我那九吞叠狂气的速度 我对它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哈 毕竟它并没有提升狂气叠的效率 只是把狂气的上限从四层拉到了八层 而且变为狂气征魂之后不可驱散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九吞的另外一个强化方向 强化大招 鬼王真魂在释放大招狂笑时 如果狂气不足四层 那么可以立刻获得两层狂气 并且返还三点鬼火 进入鬼王降临形态以后 将会用鬼葫芦横扫替代为原本的普攻技能 这个效果的话呢 就对于九吞的加速效果是很明显的了 如果释放狂笑时狂气没有四层 那我们两层开大招 可以立刻再获得两层狂气 那就是直接获得四层狂气了嘛 并且还返还了三点鬼火 开大招三点鬼火 返还三点鬼火相当于不耗火 还可以 进入了鬼王状态以后呢 还可以获得一个AOE的机制 这个AOE效果在技能升满以后 可以造成攻击的60% 原本的普攻伤害系数是125 变成AOE以后只有60% 是原本的一半不到 但是又从单体变成了真AOE 而且如果叠满了四层狂气 那么总共可以造成300%的AOE伤害 在满狂气情况下 这个其实伤害系数非常不错 配合不知火 那两个AOE打下去600% 也算是很强的了 而且关键是这个可以加速狂气叠呀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实战好吧 开局这里 迷豆子 拉起九屯 九屯现在没有狂气哦 大家注意看 放一个大招 返还三点鬼火 并且立刻获得两层狂气 再加上原本回合结束后 又触发概率叠了一层 直接有三层狂气了 家人们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拉下九屯 九屯这里再开一下大招 狂笑 直接叠满四层狂气 这个迭豆的效率 就问敢不敢动 比起那个叠不满的八层来说 我觉得这玩意儿靠谱多了呀 然后如果是要打普攻的输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 让九屯锁定普攻技能 这个时候就可以直接 叠满狂气进行输出了嘛 对于非洲九屯来说 这个是保下限了 如果想要尝试一下 新的AOE机制 那么需要再开一次大招 在使用了大招以后 普攻会被替换为 鬼葫芦横扫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攻击模组已经变成了AOE 不会再点选某一个目标释放 而是直接对敌方全体释放 所有人都要被九屯的葫芦 喷喷喷喷喷喷 虽然说对每一个敌方 造成的伤害降低了 但这个总的伤害是提升了呀 只要敌方数量够多 那么九屯这个AOE喷泉场 伤害就真的是够高的 特别是在不知火加持下 二连普攻变成了二连AOE 想想都瞬间爆炸 所以这样测试下来 我个人觉得 这个强化方向是非常好的 首先大招可以叠狂气 这个保证了九屯叠狂气的下限 不会再有那种 三分钟叠不满的情况了 其次这个技能非常的灵活 叠了四层狂气以后 可以选择不开大招 不开大招还是一个 原本的单体输出式神 如果需要AOE 那么就再开一次大招 这样就转变为AOE伤害式神了 其实考虑到 原本体验服就死过的 神技系统 还有定向清击鬼系统 我个人对于这一次的 真魂系统 并不是特别的看好啊 总感觉他也会在体肤就消失了 但是我觉得 不管这个系统 能不能活着出来 这个强化方向 我真的非常喜欢 给非洲九屯一个保底 救救九屯好吧 救救九屯 那刚才也说了 技能一共有三个强化方向 说完了前两个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 大江山之阵 这个效果是唯一效果 属于是一个被动类型的光环增益 会为全体的大江山势力 有方提升攻防 并且提升斜战概率 这里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 大江山势力 其实就是 星雄 滚切磁木 九屯 以及他们的SP形态 这个技能的核心 其实是满值的提升15%的 斜战概率 对于离吞吞阵容来说 斜战概率可以增加伤害 这样可以提升上限 上一个技能是提升的是下限 保证稳定的叠狂气 而这个技能提升的是上限 就适合大佬在冲绑的时候 不仅要赌100%叠狂气 甚至还要赌一下 回合外疯狂斜战 就真的是赌上限赌命 才会用这个 至于30%的那个攻防加成 我个人觉得是意义不大的 如果说提升30%的攻防 真的很重要的话 那么上场就可以先机结界 提升30攻防的 道合神预赚金 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 好吧 那还是来说一下 九屯这三个加强方向吧 毕竟真魂系统 能不能出来不好说 但是九屯如果说要加强的话 按照这三个方向去猜的话 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我们先来说一下 第一个方向 强化狂气 我觉得这个可能偏向于 杂技娱乐呀 起码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呀 因为八层狂气 我真的不行好吧 叠八层我会疯的 就可能大佬们 拿这个会开发出一些 玩得很花的东西 但是我光是想着 要叠八层狂气 我头都大了 第二个强化方向 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 属于是去提升下限 让九屯可以稳定的叠狂气 在叠了狂气以后 还可以选择自己 要造成单体伤害 还是AOE伤害 世神的就业空间更加灵活 第三个强化方向 就相对比较中庸了吧 加攻防 加斜战 不能说没用 这个肯定是有用的 也可以提升 离吞吞的输出上限 但是没有什么惊喜 就是有些中庸 就不会让人产生 眼前一亮 哇还能这么搞 这样的一个感觉 最后再说一下 这个真魂技能 是不能通过黑弹升级的 只能通过专门的 真魂副本去升级 这里可以看到 九吞这里 你给他喂黑弹 已经喂不进去了 虽然说这个真魂技能 还没有满呢 换句话说 在这里甚至没有办法 用黑弹走捷径 想要获得满之的技能 必须去干副本 好的 然后再来说一下 这个新的副本 真魂试炼 就是配套这个真魂系统的 对于这部分 我不想做太多的琢磨去介绍 原因我刚才也说过了 这玩意儿首先 它能不能活到体验 服侍第一个问号 能不能活出体验 服侍第二个问号 神机和定向 亲戚鬼猪欲在前 反正我对新玩法的态度 就是你出了 我看着玩玩 至于这玩意儿 是不是要毁灭平安精 要让阴阳师倒闭什么的 我就是一个乐自人的态度在看 毕竟还是那句话 这玩意儿能不能活出来 在我的心目中的话 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的 毕竟当年体肤掀起风暴的 神机系统 我也是亲历者之一 好吗 不过既然玩法已经出了 还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整体来说 试炼之地是一个肉鸽类型的玩法 就之前各个版本活动里面 可能都会有的 在进入副本以后 就会触发一系列事件 有的是战斗 有的是开宝箱 有的是随机事件什么的 反正只要胜利了 就可以获得增益 这个增益 有活动专属的技能 有活动专属的印记 有活动专属的道具 这里我也不再展开做介绍 因为这些前期的东西 到后面就是一直的不停的修改 当年死在体验服的神迹 和最开始上体验服的神迹 已经改得完全判若两人了 所以对于这个玩法 我就更加偏向于主观感受 去给大家介绍 而不是做攻略的呀 这个玩法首先玩下来 作为一个肉鸽类型的玩法 它是要手动的 而且里面随机性很大 打起来比较花时间 一决战斗 可能最后打下来 一共要三四十分钟吧 而且现目前这个版本 难度很高 经常容易翻车 又要手动 难度又高 又随机 而且不能挂机 这种本如果是日常本的话 绝对是会刷到兔 不过好在这个本 看起来不是要日常刷的 只需要刷通以后 解锁征魂技能就行 如果不像大佬那样 追求征魂印记的极限收益 甚至刷通一次 解锁技能以后 就可以不打了 但目前这个征魂系统 还很不完善 真的很麻烦 比如说 我现在给这个九屯 选择了鬼王征魂 那这个技能 就只能固定在他身上 换不了了 如果想要换技能的话 就要带上这个九屯 再去通关一次试炼 在试炼最后的结算界面 选择新的技能 来替换掉当前技能才行 那这一点 我是很不喜欢的呀 我感觉是强行增加干度 希望可以调整一下 变为只要是通关有了的技能 起码让我存个三五个吧 存三五个 我想用谁 我就用谁 我想用哪个技能 我切换上去 不要整的换个技能 还要去重新刷一次试炼 真的没必要 然后是关于这次副本难度的问题 今天大家应该也看到 很多在说副本难度了 这里我必须要说是真的难 虽然说分了 简单 普通和困难三个难度 但我感觉啊 简单应该是普通难度 普通应该是困难难度 中烟之章这个难的话 属于是地狱难度 就属于是中杯 大杯 超大杯 好吧 别这样 别这样 所以说这个玩法 想要打困难的话呢 应该还是要在简单那儿 先多刷一刷 刷这种活动专用的道具 把这些技能给点起来呀 就开局获得随机技能 开局获得随机印记 获得随机道具 然后把这些什么商品数量增加 绳制然后降低什么给点满 再加上征途之半这边的 勤命的羁绊加30%的攻击 这是点满的效果 慈慕的羁绊加30%的生命 还有新雄的羁绊加30%的防御 把这些全部都给点满以后 那再去打困难难度 可能就会好打一些了 说白了就想要骗肝 骗在线率吗 而且以目前这个 时装了的酒吞的这个真魂来说 它其实就是一个老式神加强 进行了一个包装 一个花魂 你把它那些包装 花魂给撕开 它本质下就是一个技能调整 而且是提供了三个不同方向的技能调整 策划把这个做成一个专门的副本呢 如果能够保持现在这样一个去加强老式神 让老式神重新就业的话 那要说对环境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还不至于 但如果说哪天它把握不住了 去什么搞什么让强者更强 直接席卷环境什么的 那我觉得可能真的是要玩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像这样的技能加强方式其实是需要玩家用时间去干的 所以说这个是不能够出的太频繁的 如果说一次性放出好多个射程或者说很快的更新 那玩家的干度更不上是真的也要出事的 所以说这个真魂系统其实面临的问题还是蛮多的啊 难度问题 干度问题 还有把这个练度给加深了以后 萌兴玩家和老玩家之间差距进一步拉大 那对于萌兴的入坑体验来说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 哦对了还有个最重要的问题 差点忘记说了 在我的理解里面 真魂试炼本质上就是一个 弑神的平衡性调整加强 包了一层皮来骗玩家干 所以这个玩法它的公平性一定要得到保证才行 什么是公平性 就是不能够用这个来作为课金点 用课金来影响强度 那这个观点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能够认同的哈 就课金大佬们他们的优势不应该体现在 弑神的强度上面 而是应该体现在他们更好的装备 更好的御魂 更高的练度上面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课金大佬别打我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也来下一个结论吧 也来回答一下大家的疑问 首先这玩意儿是不是二次觉醒 我觉得可以算是 这玩意儿会不会让数值爆炸 嗯 数值爆炸已经爆炸了好吧 就现在老式神和新式神根本不是一个强度的 如果说真魂系统就是对老式神加强 进行了一个换皮包装的话 那我觉得也只是让老式神回到了现在应有的强度而已 毕竟新式神的强度和老式神真的不是一个等级的 数值爆炸早就在爆了 真魂系统会不会影响斗技啊 目前来看是不影响的 因为现在有真魂的就一个九屯童子 而且真魂印记是写了只对怪物生效 对斗技有影响的只有这个技能而已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如果有了真魂的角色越来越多 那一些原本就是用来斗技的老式神 他们经过真魂以后肯定也是会回到斗技场的 所以对于斗技目前没有影响 但未来是会有影响的 如果这个玩法真的还有未来的话 好那差不多就这样吧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想了解的 也可以在评论和弹幕区中留下来 我看到以后也会回复 或者在下一期视频里面专门再来回答一下 OK那么本期视频关于真魂系统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